说陈梦每天晚上都要喝茶 对 因为小的时候 其实在家里父母就是每天都会喝茶 所以我从小就会 就是可能是在家里的中一个习惯吧 然后我觉得而且喝茶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 是一个我比较能够放松 能够舒服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就会基本上只要有时间 就会喝点茶 喝茶对打球有帮助吗 反正我喝茶的时候 我就感觉那个气能挺顺的 然后也感觉心也挺静的 陈梦喜欢喝什么茶 红茶 盐茶类的相对比较多 然后前段时间比较喜欢生苦 是随心情选择不同的茶吗 对 然后或者是根细节 现在在喝什么茶 最近几天在喝红茶比较多 网友问一问题说 请问陈梦的表哥是黄晓明吗 他的球技怎么样 是黄晓明 球技怎么样 球技 球技没有切磋过 不知道 以后多教教他 好 看陈梦打球特别带劲 陈梦是继承了李大锤的风格吗 希望能继承李大锤的风格 因为在底下聊天的时候 李笙教练希望你能够平常跟李小霞多沟通一点 你们俩沟通的多吗 沟通一到一些比赛的时候 在赛前他就会给我发灵犀一下点 也是很关注我嘛 然后打得不好的时候已经会骂我 对 我记得我全球比赛的时候 刚开始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继续 我希望你能拿个全球冠军回来 然后打到决赛一打完的时候 给我发信息说 故意打一场像样的球 再当我后 — aron 让每员下赛 我致长